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举行新一轮中美战略沟通 中国外交部美大司负责人 25号进一步介绍了相关的情况 美大司负责人表示 这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时隔八年再次访华 也是沙利文助理首次访华 是双方落实两国元首 旧金山会晤共识的重要举措 中方将注点就台湾问题 发展权力 以及中国战略安全等表达严重关切 阐明严正立场 提出严肃要求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 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 美方必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落实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美方在关税 出口管制 投资审查 单边制裁方面 不断采取针对中国的无理举措 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 中方要求美方停止将经贸问题 犯政治化和犯安全化 关于乌克兰问题 负责人表示 中方将继续坚持劝和促谈 推动政治解决 开展斡旋外交 美方应停止烂斯丹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停止对中方抹黑栽赃 施压讹诈 关于南海问题 负责人强调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 本地区国家完全有信心 有智慧 有能力处理好南海问题 与外国家不要做挑动对抗 加剧紧张的事情 负责人指出 中方在中东问题上 致力于推动和平 主持正义 支持各方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特别是支持巴勒斯坦 恢复民族合法权利 当务之急是冲突各方 必须切实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 为尽快实现加沙全民永久停火 创造条件 国际社会 应为此形成合力 希望美方倾听国际社会 大多数的声音 采取负责任的立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就美国以摄额为由 制裁多家中国实体 中国商务部25号回应说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 对此坚决反对 商务部指出 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单边制裁 和长臂管辖 破坏国际贸易秩序和规则 阻碍国际间正常经贸往来 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中方敦促美方立刻停止错误做法 并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此前美国商务部以设额为由 宣布将多家中国实体 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8月25号 未经中国政府允许 菲律宾3002号船 非法冲闯中国南沙群岛 仙宾礁附近海域 持续危险接近中方 正常航行的海警船 中国海警对非肇事船只 依法依规 采取管控措施 再来关注到根据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 25号组织进驻香港以来 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行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闻发言人表示 这次轮换出港的官兵圆满完成了 以旅行防务为中心的各项任务 以实际行动展示了人民军队威武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 轮换出港的官兵在离港之际通过驻军新闻发言办公室 感谢香港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 对他们在港工作期间的关心和支持 而轮换进港的官兵 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 具备了履行香港防务的能力素质 他们表示将坚决听从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加强部队全面建设 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严格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驻军法 不断提高履行使命的能力 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为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兴稳致远 做出更大贡献 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5周年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连续第二个周末走进社区 就10月将发布的任内第三份市政报告 继续听取市民的意见 第二场市政报告地区资讯会 25号早上在旺角伊丽莎伯中学举行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位市局长参与 和约120位市民交流 李家超开场发言时表示 非常重视地区资讯工作 令我感受到很多意见都是很有启发性 令我更了解地区的关注点 所以在政策制和资源运用方面 甚至在措施的落实是很有帮助的 对于新一份市政报告 聚造聘经济模发展 为民生贴幸福 市民会上周不同议题提出意见 包括建议提振经济 加长资源旅游业和中小企业 我们需要抢人才 更加要抢消费 希望政府和中央申请 我们的深圳户籍可以一千多行 也可以开放给其他大湾区的市民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大湾区的市民 好像我们港人不想 那么容易、那么方便 更多的来到我们香港 来消费、来扣物 希望那个BR的费用 可以有个负面 甚至是一个资助 我们过往其实在几年的疫情里面 都是有个资助在 希望可以令到中小企的发展 可以更加良好 另一方面就是8%的贷款 希望可以延长那个还款 还式不还款的期限 也有体育界人士期望 特区政府把握奥运日潮 检讨香港体育发展 包括提供誘因 推动体育产业化 以及体育经济 希望借着现在坊间有这么多的声音 其实可以政府除了在资源调配方面 有个检讨之外 其实是很好的契机 去做多一点油印 给所有市民、企业多一点去支持 包括之前可能很多人提及的 一些税务的减免 其实在很多比如社福界、经济界 我们都有很多配对的基金的措施 有市民也关注其他议题 例如创客发展上 建议特区政府牵头完善创业生态圈 在公共物村引入智能科技应用 长者安老方面 有市民也建议提升独居长者 特殊需要照顾者、资源等等 李家超表示 除了两场地区资讯会 特区政府也举办超过30场资讯 听取立法会议员不同界别代表的意见 资讯工作会继续进行 另外李家超也表示非常关注烫房问题 他以上上关工作小组提教一些新的看法 新一份市政报告会就解决烫房问题 提教整个处理做法 我希望解决烫房不是一个我们只是说 目前解决了我们一些劣质的规矩环境的问题 而是长远来说 我们是可以真真正实处理整个问题 凤凰卫视谢金亨 香港报道 内地南方大范围高温持续 中央气象台25号早上6点 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预报显示 未来几天 四川盆地 长江中下游一带 仍然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 局部地区气温还将超过40摄氏度 截止到25号 重庆市已经连续5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成都市已经连续4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预计未来一周左右 四川 重庆 以及江汉 江淮 江南北部地区的高温天气 仍将持续 预计在28号以后 像这个江淮 以及江南东部的高温天气 是略有减弱 但是到了30号以后 一直到9月上旬 从四川 重庆 一直到江汉 江淮 江南北部这些地区的高温天气 仍将再度发展 专家称 在本轮高温天气中 需要重点关注的是重庆 重庆高温天气持续长 强度大 预报显示 重庆沙平坝等地 未来一周 气温都在40度上下 重庆一名男子 日前在街头中暑摔倒 经过及时救助后 身体已无大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辽宁葫芦岛市的 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24号继续展开 这次暴雨过程 综合强度为特强一级 至今一共有10人遇难 14人失联 另外一名基层干部 因为救人牺牲 累计转移群众超过5万人 在受灾最严重的 建昌县和隋中县 仍有部分村镇 处于断水 断电 断路的情况 应急抢修工作 仍在继续 在重灾区建昌县 黑山柯乡的阳树底下村 经过持续抢修后 进出的道路 24号下午终于抢通 不过水电通讯还未恢复 天气也乌云密布 随时可能降雨 对救援的工作 带来很大挑战 入夜之后 整个山区连带村庄 基本上漆黑一片 不过工作人员 继续开着挖掘机 前往南面的小南沟 去修复非常核心的一座桥梁 而在建昌县杨树湾自乡 随着洪水退去 当地组织民兵 对干道和沿街商铺 进行防疫消杀 卫健与疾控部门 对饮用水进行严格检测 并紧急调拨药物 保障居民用药需求 至于最偏远的王台村 此前因为道路中断 一度成为孤岛 目前道路已经打通 各类抢险救援物资 源源不断被运进村里 包括矿泉水方便面 以至香肠等等 而在辽宁隋中县 截至24号零时 暂时已恢复供电 超3.7万户 剩余的受损线路 仍然在抢修 凤凰卫视综合报答 沈州18号成组的 三名航天员 在空间站展开了 多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 完成了空间站内的 环境监测 设备检查维护等工作 在鬼生活充实而多彩 画面可见 航天员在空间站 练起了太极 在太空重力条件下 动作依然标准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 成组展开了 严手协调测试 穴位电刺激 还有肌肉适应性实验 等相关工作 在穴位电刺激中 航天员刺激穴位 包括内观穴 足三里穴等穴位 在肌肉适应性的训练中 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 进行跟腱刚度测试 而在空间站站物管理方面 城组展开了物资整理 垃圾转运存放 舱内定期清洁等工作 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 全圈在香港 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